小杨拿出一张单子 说是之前课程顾问给他承诺的规划 上面手写的时间线显示 课程从去年4月份上到今年2月份 但实际上课程没有如期上完 小杨介绍 培训课程大部分是线上完成的 期间有三次前往机构线下上课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 上课的养老师都有缺课的情况 A2阶段结束后 他申请在B1阶段换老师 但是到了B2阶段 机构又安排了这位杨老师给他上课 小杨提供了相关截图 在学员群里 有多名学生反映过这位杨老师的问题 本来报这个课程是为了考B2的考试 但是因为我原定的话 我是10月份要出国了 然后考试的话应该是在6月份进行的 但是因为他这个课程一直没有结束 所以我考试也没有办法考 合同上写着若完成课程阶段超过50% 则不退任何费用 小杨认为是机构的问题 导致他没有按照合同时间上完课程 目前的诉求是把我剩下 B2剩下的课时费退下来 然后还有一个B2保分的一个班 把这个课时退下来 他们的提供方案是 把我剩下的课时转让给其他的学生 但是他们这样的教学管理 我觉得就再招其他的学生也是一个冤大头 就是我没有办法保证他一定会找到下一个转让的学生 并且把这个钱再转给我 小杨说自己在8月17号向机构申请退费 8月19号拨打了12345热线投诉 给出的答复还是转让课时 记者陪小杨来到杭州欧峰培训中心 此前和小杨对接的教务陈老师说 已经为他提交了退费申请 是退哪一部分的费用呢 未上完的那部分的 那大概是多少钱呢 这个要具体财务算过我们才知道 我们目前是提交这个申请 申请的时间大概要多久呢 一周左右吧 那如果是转的话大概是要多久呢 转的话只要找到学生当天就可以转掉 不然来说半年之内都能转出去 陈老师表示 政客老师确实存在缺席课程的情况 机构做了扣钱的处罚 小杨没有上完课程 机构方面是否违约 他还不能确定 每个顾问的规划情况 我这里不是特别了解 我也要去问之前的顾问 那之前他负责他那个顾问 现在在现场吗 这个顾问应该已经离职了 已经离职了是吗 对对对对 那他所写下的那些承诺还具有有效性吗 对你们来说 这个的话你说这张纸 这张纸的话是我们顾问老师在资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过话 但是具体是不是完全按照这个走的话我们需要去考证 欧峰培训中心表示 退费流程需要一周 大概下周一能够答复 小杨表示会先等待他们的答复 1818黄金远记住报道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